你以为他有心 有感情吗 不 他什么都可以利用 什么都可以算计 你怎么了 大哥 我好不容易有机会 跟你聊几句 别这么叫 是不是跟赵牌的婚事起波折 借酒烧抽喝脱了 身为皇城使 居然敢伟丽饮酒 难道不怕被治罪吗 你怎么知道 我跟他之前出事了 我自然知道 因为赵牌的身家李丽 就是我查出来的呀 他真的好可怜啊 好好的一个官府千金 怎么就要一招沦落 做了官计呢 还不是因为他爹 宁编军都寻简史赵迁 十几年前 在国朝议和时 擅自出兵救了百姓 被阎官弹劾 致了重罪 祸及欺女 可上述的那位阎官是谁呢 咱爹 当时的忠书舍人 萧青岩 赵牵爱名如子 文武双全 是个好官 死在流放路上 实在太远了 可是这也不能怪萧相公 毕竟当年是赵谦抗制在先 神仙坏了一合大计 萧相公依律弹劾 也是尽忠之手 只是可惜了我的大哥了 未来岳杖死在自己亲爹手上 隔着血海深仇 这情势还怎么解 打我干什么 你松开 我再告诉你点好玩的 知道那份吏部关于赵谦的公文 是谁安排到你桌上的吗 不是我 咱爹 你查过他 当老子的 为儿子奔波几百里 那是理所应当 可是做儿子要是为女人也这样 当老子的就一定要去查 不然的话 这老子就是一个糊涂蛋 他对我有救命之恩 听我这当地的一句转 像这样的剑机女子 虽然已经从了凉 但是对你也绝非良配 顾皇朝 知道你现在的样子 多狼狈吗 你怎么那么傻 你以为他会让你娶赵判儿 他以前不会 以后也绝不会 在他眼里 无论是你 是我 还是他自己的亲事 都不过是争权夺利的工具 他怎么可能允许你娶一个伤妇 一个和他有血仇的前任官妓 不许你这么说他 不许你这么说他 好 不说他 那就继续说咱爹吧 我只是把查到的事情告诉了他 如果他真心想成全你 只会把这件事情的痕迹 抹得一干二净 不让你知道 不让你为难 可是他不 他只是装作什么都没发生 不动声色地 把那份公文塞到你面前 像你这种假正经的人 怎么会还有脸面对赵判儿呢 我就快要沉浸了 我要娶的 就是跟我一起 从前堂来东京的赵判儿 不行 我记得 他是刚刚托迹的歌迹 他怎么能配得上你 怎么配啊 奸臣之子 配拖几个几 天作之和 千帆 我不是一时一万情迷 可能在你这里 你只认为他是一届低贱的商女 不过在我心里 他是举世无双的珍宝 是我这十几年暗无天日的生活里 我无一看到的希望 看到的光明 所以 我请你高抬贵手 不要再用你那些明昭暗戚去破坏我 好 好好好 都有了你 一切都有了你 好吧 所以 你肯定会离开他 肯定会伤心 在你软弱 后悔难过的时候 他这个四方 再不时地在你面前出现一下 安慰两生 你就会像溺水的人 抓着一根浮沫一般 再也离不开他了 你会成为他最得力的儿子 不再抗拒他了 帮他把当朝首府的位置 做得稳稳 这就是咱爹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 因为我嫉妒 因为我恨你 明明我才姓晓 我才是他的敌仗子 我是在他眼里 只有你 才配得上做他的儿子 我就是要理解你的父子情 怎么样 你以为他有心 有感情吗 不 他什么都可以利用 什么都可以算计 未来岳丈死在自己亲爹手上 隔着血海深处 这几时 还怎么解 你怎么那么傻 你以为 他会让你取照片 他以前不会 优优独播剧场—— 你怎么会再来 你怎么会 你怎么会 你不过 我怎么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前雷四公也经常不在司中 司中事务还不是我们各司机制 各位 我们都是司尊一手提拔起来的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的道理 大家都明白 司尊现在胜倦正龙 又无性命之忧 只不过晚几日醒来而已 让我们保密 保密便是了 各司其职 不就成了 难不成还真想体会 活炎罗锁命的滋味吗 是 是 去吧 司尊啊 司尊 快些醒来吧 被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